我踏南天 碎灵霄 万寿无形 伴我拼杀 在这斗战三界 唯我独尊 就在刚刚 石皇帝开启了自己右眼的逆天捅树 只在瞬间 竟将女武神的竞技场移为平地 两大神明 阿诺比斯和哈迪斯 只在瞬间烟消云散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 众神明第一次看到了来自华夏千古异地的真正实力 在震撼之余 宙斯竟示意雷神素尔枪行斩杀影证 可谁能想到就在雷神锤落下之时 一个身影竟用自己的身体生生扛下了这一击 这人正是斗战圣佛 而此一幕的出现却让所有的人大为疑惑 他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原来坊间传闻 在同一时间 这斗战圣佛进行着不同的战斗 而这对手也各有不同 可无论如何 他也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但其实众人有所不知 自他成佛之后 竟然还保留着那一丝争强好胜之心 由于他本身就超脱三界之外 不在五行之中 平行时空 他随意穿梭 不错 此时在其他地方战斗的正是他的一撮毫毛 不过是打发时间而已 而真正的斗战圣佛 此刻就站在众人的面前 只见他手持金箍棒 直指宙斯 你这众神法度如此肮脏不堪 与其这样倒不如让我踏平这所谓众神之地 这一时间所有人动也不动 只得眼见史皇帝安然离去 号称战力天花板的雷神索尔 似乎也感受到了莫名的压力 而宙斯和奥丁等众神通通其身 就要形成围剿之事时 却被索尔拦下 作为众神的战力天花板 他也有着自己的骄傲 他高举雷神锤 二话不说 朝着斗战圣佛就冲了过去 随着一声雷霆般的巨响 巨锤之力应声而落 可这斗战圣佛竟然屏股消失 出现在索尔的身后 此乃道家五行之术 看着敌人玩味的笑容 这索尔大为恼怒 他竟挥手将雷神锤扔了过去 而这一幕众人似曾相识 当初他与吕布交战时 也曾使用过 不错 就是这一招 曾一波带走66个冰霜巨人 而直到此刻 场上的观众仍然心有余计 可谁能想到 这斗战圣佛竟然躲也不躲 他仅凭单臂之力 高举金箍棒 从容皆下 而此时 场上的观众都下意识地看望 斗战圣佛的双腿 果不其然 这吕布的悲剧 又怎么可能发生在他的身上 而雷神素尔大为震惊 突然说道 我这雷神之锤 乃是矮人族亲手制造 随手间便可粉碎一座大山 而你这铁棒竟然接得下我最强一击 到底是何来头 而斗战圣佛听后 轻蔑一笑 我这铁棒一万三千五百斤 至于是何来头 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我怕吓到你 而话音刚落 这金箍棒突然一分为三 只在瞬间 这三根铁棒同时砸向雷神锤 而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鸣 雷神锤彻底粉碎 而这一幕的出现足够震慑全场 可谁能想到 面对如此窘境 雷神素尔带着他的骄傲完全爆发 他竟将雷神锤的力量吸入体内 只在瞬间 他双眼白光乍现 天地间电闪雷鸣 不错 此时的他雷神神格归位 而来自战利天花板的大战 一触即发 天地